纽约市长亚当斯24日发布市府2025财年预算总额达1116亿元 旨在填补仅由临时刺激基金资助的长期计划 同时加大对城市投资 亚当斯说预算重点是保护公共安全 重建经济以及让城市更加移居 在安全上的重点投资包括6240万元 用于新增市井学院培训班 以在街头和地铁上增加更多警员并减少犯罪 预算也将利用城市和经常性州府资金保护教育项目 增加幼儿教育机会 如9200万元用于支持全市3K项目扩大 以及7400万元支持校内心理健康服务等 同时向数千个文化机构拨款760万元 至于在改善纽约工薪阶层生活品质的项目上 高达6.15亿元资金 勇于资助城市家庭无家可归和驱逐预防补充计划 其他包括消除医疗债务 确保和资格者能获得市府资源 帮助失业人士获得工作等 市府新闻稿说 2024和2025财年的预算得以保持平衡 而由于强于预期的经济活动及前景改善 2025财年预算也较初步地增加了22亿元 亚当斯说 市府强大的财政管理 让当局能投资于纽约人重要的事情 包括公共安全 幼儿教育和工薪阶层的需求 市府将继续为所有纽约人 建立一个更安全 更公平 更繁荣的城市 哥伦比亚大学官员周三说 在经过连夜谈判后取得重大进展 校内抗议者已经承诺拆除并移走大量帐篷 但抗议活动仍将继续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威克博士 周二要求学生在午夜截止期限前 交出一个拆除营地的方案 而在午夜更新的消息中 大学一位发言人说 抗议者的学生代表已同一部分条件 包括确保只有附属学生能参加抗议活动 其他人必须离开校园 包括沙菲克和市长亚当斯在内的人士指责 活动中的局外人是导致事态升级的原因 其他条件还包括营地将遵守纽约市消防局关于活动和安全的所有要求 同时需采取措施让营地欢迎所有人 并禁止使用歧视性或骚扰性语言 目前未知学校是否在谈判中做出让步 当局也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不过学校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分会表示 大学已针对抗议者发布了书面承诺和让步 不会要求纽约市警或国民警卫队介入 并形容此举是学生的重要胜利 大学官员形容 最新的谈判是有建设性的 并表示对话将继续进行 当局预计将在未来两天内提供进一步更新 布鲁克林宾晨须住宅区周二发生四级大火 一栋住宅被烧毁并波及周边的三处住宅 大火中七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受到轻伤 起火原因正在调查 市消防局在周二下午约1点15分接报 位于布鲁克林宾晨须71街的一栋两层住宅发生火灾 当局随即出动多辆消防车 及至少17名消防员到场救火 据消防人员说 大火从一楼开始烧 火势相当猛烈并迅速蔓延到二楼 几乎包围整栋房子 消防员采用云梯进入屋顶灌救 经过一个小时后 火势终于被扑灭 市消防局在灾后记者会上表示 救援期间有7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受到轻伤 送院治疗之后情况稳定 而其他居民及时逃离现场 没有造成伤亡 由于火势猛烈 住宅一楼的内部严重烧毁 二楼外墙被烟熏黑 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 大火也波及了周边的三间住宅 造成不同程度的损毁 当局说 红十字会已为受灾居民提供协助 包括安排临时住宿或其他支持 直到居民能够重返家园 目前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人员调查 有在场消防员相信火灾并不是锂电池引起的 最新一项民调发现 85%的纽约人认为食物成本上涨速度超过日常收入 另有五分之四的家庭表示 在过去一年难以负担粮油杂货的支出 纽约无饥饿儿童组织周二发布调查显示 通货膨胀影响了纽约人选择食物的种类和数量 改变了购买食物的习惯 并要牺牲时间和更健康的饮食来延长食品预算 43%受访者认为 物价上涨导致食物不安全 如吃的食物营养较少或吃的不够 一半纽约人认为 由于成本上涨 不得不减少或者不购买新鲜农产品和肉类 而物价上涨不仅影响低收入群体 调查指出 在过去几年 大部分人都无法获得两位数的加薪 但物价的涨幅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加 根据统计 谷物和烘培食品上涨26% 肉类 家禽 鱼蛋类上涨近25% 水果蔬菜上涨16% 民调显示 有小孩的家庭和农村家庭受影响最大 87%受访者说 收入难以应付食物的支出 组织提倡周市府实施更多的援助计划 如在夏季 为每个儿童家庭提供120元 以购买食品杂货 确保儿童能够获得健康饮食 摄取足够营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